大家好,我叫Steve Kaufman,我是Link的創立人 Link是LingQ,是互联网上的一个学习语言的小社会网站 还有呢,我会讲11种语言,包括中文 当然,最近我没有很多机会讲那个中文,但是我还没有忘了 我要跟你们讲呢,就是怎么样学习语言 就是为了成功的学习语言,我有七个这个秘密 那些是从我的好多经验而来的一些秘密,一些想法 希望这个会对你们有一些帮助 第一个秘密呢,是学习语言呢,是必定要花很多时间 没有接近,就是没有办法在几个礼拜或者是几个月之内 就完全地掌握一个新的外语,没有这个事情 最近四年呢,我是比较集中我这个学习语言的时间,集中在俄语 那我每一天呢,至少一个钟头,要听俄语,或者是看阅读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花时间呢,对于这个学语言呢 要花时间这个道理呢,意思呢,不是说你要上学校 你可以上课堂,也可以,也可以不上课堂 问题不是在你在这课堂里做什么东西,问题是你在不在这个学校的时候 还有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在你所学的这个语言 就是你要每一天和这个新的语言在一起 我认识好多移民到加拿大的中国人 他们也去上我们家的ESL的学校 但是回家呢,一点和英文都没有什么关系 那没有办法有任何进步,这根本没有办法 因为课堂不是一个很有效的学语言的环境 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原因 第一呢,我自己也有了这个经验 假如别的学生讲的比我好,那我不敢说话 假如别的学生讲的比我不好 那我不愿意听他们的不好的这个外语 但是呢,在这个课堂以外的地方 我可以听这个母语人说话 可以阅读真正的这个语言 我可以有很密切的关系和这个语言 可以看电视,可以听音乐 有各方式也可以找朋友和他们讲这个英文 虽然我或者,比如说我学俄语的时候 当然我不能说很多 但是我可以听他们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应该,当然每一天是不一定每一天都可以 但是尽量的每一天至少一个证头 而且为了,比如说我俄语我学了四年 我还有很多很多要改进的地方 当然,我是每一天画平均画一个证头 我假如画了三个证头 或者更多的语言 那这个可能用不着这个四年 比如说我学了中文的时候呢 那已经四十多年前了 那个我们那个时候非常的集中 每一天五六七八个证头 那所以那个时候我把这个中文 包括汉字什么的 在不到一年就差不多 可以达到一个比较能 像我现在的这种水平 这问题是时间 所以第一个秘密是 你不能避免 你一定要花时间 而且你可以控制 你可以直接的影响你这个结果 就是要多花时间 在这个新的语言在一起 好了 谢谢你们 收听 再见 再见